中央社记者江明燕台北六日电疫情延烧之际,又建饭店不敌高租金,亚都今天宣布,旗下台中亚制大饭店因租金等压力年年增高,加上疫情重创观光产业, 单月营收就降三到四成,亏损扩大撑不住,将于3月9日起席登。 亚都今天下午召开重大讯息说明记者会,宣布子公司亚制酒店台中亚制大饭店考量疫情影响仍持续延烧,管理阶层经审慎评估, 为避免亏损持续扩大,决定自109年3月9日起停止营运。 台中亚制大饭店董事长徐立平表示,面对大环境经济不景气,近年来因固定成本相关费用及承重租金压力年年增高, 且新饭店陆续投入台中餐旅市场,营收无法随固定成本逐年增加,导致持续亏损, 加上肺炎疫情全面重创饭店市场,营收大幅锐减,亏损扩大,不得已在此刻宣布停业。 台中亚制大饭店不堪多年亏损,疫情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台中亚制酒店自2007年3月开业,13年以来只有2015年获利,累计至去年前三季,已亏损于3.5亿元,经营状况都不理想。 亚都发言人谷一鸣表示,疫情让台中亚制饭店单月营收降了3-4成,住房率也非常差。 疫情重创观光产业之际,饭店高租金、高成本的劣势被凸显出来。 2018年,六福董事长庄丰如的眼泪记忆犹新,六福皇宫在营收成长追不上租金的窘境下, 于当年底黯然熄灯,房东恰好也是国泰集团旗下的国泰人寿,大环境的现实也是经济不景气, 加上台北市饭店业供需失衡,新品牌仍不断加入市场,瓜分了客源。 疫情重创观光产业之际,饭店高租金、高成本的劣势被凸显出来。 2018年,六福董事长庄丰如的眼泪记忆犹新,六福皇宫在营收成长追不上租金的窘境下, 于当年底黯然熄灯,房东恰好也是国泰集团旗下的国泰人寿, 大环境的现实也是经济不景气,加上台北市饭店业供需失衡, 新品牌仍不断加入市场,瓜分了客源。 台中亚智大饭店的房东为国泰建设,租约还剩七年。 亚都今天表示,旗下子公司亚智酒店向外承租大楼作为旅馆营运使用, 将依租赁契约明定的储本租约另有约定外无法控制之事件条款主张终止租约。 一约双方均不得依此请求任何损害赔偿或违约金, 若有争议而双方无法协商解决时,会交付仲裁解决。 公司也将持续与出租方协商相关事宜。 台中亚智大饭店前三季个体营收为新台币2.46亿元, 前三季税后净损4361万元, 分别占合并公司营收5.89亿元的41.87%, 占合并公司108年前三季税后净损5401万元的80.74%, 停业后将减少亚都合并营收并减少亏损, 等于甩掉巨大亏损包袱。 亚都说明,台中亚智大饭店员工约200位将依劳动基准法, 大量解决劳工保护法等相关法令规定办理所属同仁的资遣程序, 并尽力协助同仁转业至相关产业, 编辑杨凯翔1090306。 台中地标亚智大饭店收摊退却机制公布。 中央社记者郝雪清台中六日店, 矗立台中市一三年的地标饭店亚智大饭店不敌疫情重创, 励志餐旅集团事业开发部副总经理罗明威今天宣布, 台中亚智大饭店将营业到8日为止, 退却机制也在饭店相关网页公布。 位于台中